- 大家好,我是AboE先生,我是四岳先生,歡迎收看試玩具 今天要來介紹這個是SHF所出的咒術迴戰裡面的一位老師 他叫做五條五老師 五條五老師,他這個盒裝是屬於水藍色的系列,還蠻好看的喔 那虎藏幽人的話,虎藏幽人是屬於這個顏色 那這個我有開箱,可以看一下右上角的 那我們就來開箱這個五條五老師 那這個是今天是去那個玩具店拿的,直接今天就來開箱 接著我們來介紹他的配件 第一個配件介紹這個是眼罩 那接下來就是 沒有配件了 再來就是頭雕 這個簡單二料 不要看這一隻這個 配件這麼少 在日本嚴重大缺貨 這五千多日幣 現在已經漲到一萬塊日幣了 我在IG上有看到人家這樣留言在 在討論 所以這一隻很缺貨 你有預購的話,表示你的眼光很好 沒有看錯 這一隻漲了很多 再來這個就是換臉的臉雕 這個 嘴巴打開來的臉雕 這個是五條五老師拔掉這個眼罩的臉型 這整個頭雕這樣子 很帥 看起來沒有崩壞 這頭髮看起來也很真實 那通常他把眼罩拿下來的時候都是要出大招 超級帥氣的 不輸卡卡西歐 接著我們來介紹本體 本體上大概就是屬於深藍色的系列 那 他的這個衣服的折痕呢 這個 高領這邊看起來最明顯 做的特最特別 那衣服的前面都還好 袖子這邊也是一樣 背面也是比較簡單一點 那 這個 這個褲管這邊也是屬於比較簡單一點的 那前面有稍微這個 有一點點 這個 皺褶感 全身就只有這個地方是屬於軟膠 這個軟膠是為了他可動 讓你可以去做更大的可動的 那 那 大致上這樣 他的身形是屬於比較修長型的 看起來很帥氣 跟 虎杖幽人看起來虎杖幽人看起來比較大隻 腿腳都比較粗 那這個衣服是屬於 深藍色 好 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他的可動 他的可動的頭 他是可動度360度 OK的 然後 往上是這樣 往下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那這個高零是稍微可以轉一下 沒有問題 高零可以轉一下 輕輕的轉這邊 跟這邊 好 再來我們來介紹他的手 這個手這邊有屬於這個有一個關節 多了一個關節 這叫什麼 髖關節 這邊 那他為了讓你擺的幅度比較大的話 可以拉出來一點點 再拉回去 這 可以動 可以拉出來拉進去一點 讓你 手伸的比較長 然後這可以繞 沒有問題 這可以繞 他本身 這樣繞 也沒有問題 但是他繞大背也沒有問題 都OK的 好 他可以折到這樣 很少見 他可以折到這樣 蠻棒的 好 那這鎖完可以 轉360度 沒有問題 好 再來 我們來看他的這個 胸下面這裡 有一個 可動 他可以轉360度 很棒 他可以轉360度 胸有這個關節 那 這個往前踢很沒有問題 因為 他這個是做軟膠的 腳我們講過 往前擺可以擺成這樣 對不對 往前擺 可以踢到這個樣子 那往後擺可以擺到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膝蓋可以折 折到這個 很彎 膝蓋可以折到這個樣子 超級棒的 再來就是這個腳 腳踝是可以旋轉的 那皮鞋這裡 可以往前 一點往後一點 接著 我來換一下他的臉雕 那 這個老師的臉雕來 我們來換一下 就是 拔開來 就這樣子 這樣子 那他這個臉雕是閉嘴的 那我們來換一下這個臉雕 這個嘴巴是打開的喔 濕吼的 這個樣子 來 那就 這邊 看到 把它裝上去就好了 沒什麼難度的 這個是打開嘴巴的狀態 好 那我們來換一下 把那個 他的 面罩換下來 他是整個頭換掉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在 換這個面罩的時候 記得把這個眼罩 穿上去 等一下會有一個 這個 造型出來 我們把他是帥氣的 臉雕他是整顆的 把它裝上去就好 好 那我們來換一下這個 他的 手 這個就是我們換好了 他的 拔開他的眼罩的 狀態 看一下是很帥氣 超級帥氣的 好 那 這一組是 特別推薦了 這個 他的 配件很簡單 但是做得非常的 不錯 他的聲 形 以及這個 整個設計的這個 造型都非常的 不錯 非常的好看 好 也非常的 帥 那 尤其是他的手勢 總共只有兩組是左右對稱 其他的是因為在司法的狀態 他的手勢會有所不同 那 個人覺得這一組是蠻值得購入的 不過現在購入的價錢好像有點高啦 那你們再找一下 看看有沒有比較便宜的 超推的 這一支比虎杖幽人 還幽 我個人是這樣覺得 以上這個就是 SHF 五條五老師的 所有配件 給大家參考一下 今天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你的收看 感恩 再見 拜拜 拜拜